好,那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 資訊安全裡面的封包 監測的這個工具 那我們都知道在 資訊安全上面 這個很多封包在網路上傳送 那我們要確認 或者是要監看 目前的風暴的狀況 還有一些連線狀態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工具 來做監看的一個動作 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Snooping跟Scanner Snooping的模式 Scanner的模式 跟Sniffer的這個模式 Snooping的這個動作 是在監看本機的一些網路連線狀況 所以如果說在你知道的情況底下 出現了一些 這個 你預期之外的破被開啟的 或封包傳遞 或者是有一些程式 你怎麼看都覺得它怪怪的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電腦被植入目 另外一個是網域 另外一個是網域 你可以去掃描網域裡面的一些 網路連線的情況 那可以透過 這樣的一個工具來做掃描 另外一個是Wireshark 它可以監看網域內 或者是 本機的一些網路連線 進行風暴解析 這是Wireshar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從Snooping的這個 部分 它有一個工具叫Current Port Current Port Current Port 的一個軟體 然後呢 它可以去監看 有哪一些網路Port被開啟的 然後可以列出相關的網路連線 然後這個 Scanner的Mode 有這套軟體叫Advanced IP Scanner 那它有一些工具 可以來掃描網路內的 網域內的這個連線狀態 狀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Snooping的Mode Current Port Current Port 它是 在微軟底下才有的工具 那 在這個Linux底下是沒有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好 首先呢 在Google上 各位打這個Current Port 然後呢 Download 還有一個列表 那各位可以點第一個 查出來第一個 TCP IP Network Connection on Windows 點下去之後 會到這個頁面來 好 那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有 這個 軟體 然後呢 目前的版本是 2.6.1 好 那各位呢 要Download的話就往下拉 這邊有一些軟體的介紹 好 然後呢 往下拉 好 最底下這邊有一個Download Current Port For X64 Download 下載下來呢 它就 可以解開 就直接用了 好 下載下來之後呢 各位 會發現呢 你把它放在 Download的目錄底下 然後做什麼 解壓縮 解壓縮 解壓縮完了 齁 就是可以直接用了 齁 它不需要安裝 所以Double Click之後呢 執行下來的頁面 像這樣子 齁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 目前呢 就有很多的這個 連線的成立齁 所以各位可以看齁 這是Avest的 這我的 機器上面有這個 防毒軟體的服務 還有Chrome的頁面 每一個都有連線的 這個資料在這邊 那底下有這個 軟體 連線還有VMware的這個 就是有一些城市開了哪一些 通訊 普載 傳資料齁 好 那假設呢 你對它感興趣 你就可以Double Click 點兩下 它會顯示詳細的內容 Process的名字是誰 哪一隻城市在跑 那它的通訊協定是哪一個 那本地端的Post開哪一個 然後呢 這個 底下還有Remotehost的名字 遠端的這個 機器的名字 這樣子 有詳細的資料 OK齁 所以每一個你都可以點進去看看齁 然後這個Product name 是Google Chrome 這個軟體呢 是 微軟的瀏覽器 這樣子 那它的通訊協定是 以這個行程來看 它目前用的通訊協定是UDP 齁 好 那 再來呢 上面有很多功能齁 各位可以看一下齁 你可以針對某一個 的這個行程齁 把它 Cross掉 或者把它Key掉 就把程式關掉齁 好 那你要玩的時候可以 挑一個你比較清楚 不會對 對你的作業系統造成危害的軟體呢 來進行關閉齁 好 那它也可以把它清除齁 或者是寫到這個 LOG檔裡面去齁 它可以 把這些資料記錄下來 好 那編輯的部分 它可以尋找或者是複製 你選擇一些項目這樣子 然後 View的話 它可以顯示一些其他的 像這個格子線啊 你可以去選擇齁 Auto Size 它自動調大小 假設它的欄位很多啦 那有的有資料 有的沒有資料 可以做篩 篩檢的動作把它 弄得比較緊一點齁 比較緊一點齁 所以各位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調整它 那Option這邊呢 各位看到這邊有個Auto Refresh 就是每多久更新一次資訊齁 那預設只是 這個每兩秒抓一次齁 那當然你也可以間隔遠一點 齁 間隔遠一點都可以齁 自己去選擇 OK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不錯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它匯出 變成HTML齁 你們看一下 各位看到這邊齁 有HTML Report齁 在View裡面有個HTML Report 點下去 它就會把你當下的內容呢 轉換成一個什麼 HTML檔 那你就可以 不用看它一直在跳 但是你這樣子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一個 什麼樣的情況齁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看出 它有一些這個 內容齁 各位可以看齁 它這是 對應到的這個IP 這樣子 這個欄位是Fire Version齁 這個檔案的版本 OK 所以各位可以 透過 產生這個HTML檔之後呢 再 詳細的去 仔細 比對 監看這樣子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透過這邊有一個過濾的功能齁 Filter 好 那這邊它上面有例子 你可以看一下 包含 如果說你要做 你要尋找的是原地端 是80號port的 好 那你在這邊就是用這樣的指令下去 include 然後 帽號 remote 帽號 TCP 好 你把它加上去這個指令之後呢 好 那它就會看到 就是只有這些 我們剛剛選定的是remote port的部分 是80號port 而且走的通訊協定是TCP的話 那它就會過濾 留下來只有少數這幾個 是符合我們要求的 所以從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有一個 不錯的一個篩選功能 透過這個篩選的部分來做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是Current Port 在Windows底下的一個工具 好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這個 Advanced IP Scanner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掃描 在你所指定的網路區段 或是特定主機的一些相關資訊 那我們 從網路上 用Google去下 這個搜尋的這個 關鍵字叫Advanced IP Scanner 那 點下去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連結 那點開會像這樣子 那各位可以去下載 這個 For Windows的版本 好 那 download下來把它解開就可以了 因為它 基本上就是一個檔案而已 那你點開去執行它 那它會讓你選版本 然後這個 應該是說介面的語言 那 可以的話選英文 那 如果中文比較 看得懂也可以選 這個繁體中文 好 那你可以安裝或者是直接執行 那執行的話是不需要安裝的 我們在這邊就選執行 好 那按下去之後它會自動解壓縮 而且把程式run起來 那它不會 在微軟裡面 做安裝的動作 好 那這邊要掃描的話 各位就可以打你要掃描的網段 比如說我的網段是10.20.18.1的這個網段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去搜尋 可是呢 因為我們這個 筆電呢 它用的是無線網路 那 你用 我剛剛打的這個10.20.18.1 到254 這是我 虛擬機這幾台的網段 那因為我們的實體機 並不在這裡面的範圍 IP也不在那個網段 所以呢 其實掃出來會空空的 什麼都掃不到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測試說 我可以掃得到呢 我們可以先去查查看 你現在的IP是什麼 好 那IP config呢 你可以看到 這是目前虛擬IP的網段 在這邊 好 那我要去掃它這個網段的話 我可以 這麼做 10.10.38.92 好 那我就 用10.10.38.1 開始到 比如說254 假設是這樣子 好 然後按Enter 它就開始去做搜尋的動作 所以在這個網段裡面 只要有開機的主機 好 那都可以少得到 那以目前來看 60.92 好 92就是我自己 好 那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裡面的主機 製造上是誰 它的Mac網址是多少 好 好 那這個 可以看到 這邊用的是 Laptop 就是它的 這個就是 筆電 所以有幾台筆電 在這邊 這樣子 好 那可以列出來 好 這是搜尋的一個手法 好 那92我們剛剛是 92在哪裡 這台 這台是我們自己的 我自己的這個虛擬 我自己的筆電 好 然後呢各位 從這邊呢 可以點 這個 點下去它可以連過去 但是它因為 它只是開啟一個空的這個頁面 那 各位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像這個 點開看看 好 它就有提供這些服務 所以你閃了一個網段之後呢 就可以發現它有一些 哪一些主機在 那有開什麼樣的服務 可以 透過這個箭頭去展開來看 好 那如果對方是 這個 微軟的話 那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工具上面的使用 比如說你可以 用FTPSSH 或是RDP的方式去連連看 點下去它可以 因為我是在連自己 所以它不行 那 在這邊呢 跟各位提醒一下 這些 動作呢 不要亂做 所以你最好是在自己的 虛擬環境底下去操作 好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些可以完全控制 它可以透過一些套件包 按下去 它要安裝免費的套件包 那你就可以去控制 所以 假設同學要試的話 可以兩個好朋友呢 自己分享手機的 IP的那個 網路 網路支援 兩個同學用同一個 這個同學的熱點上去 然後大家可以取到同一個網段底下的 這個IP 然後再去互相測試 可不可以把對方的主機關機 那用這種方式來測試 假設你有興趣的話 那除此之外 我們剛剛看到 它的這個工具 Redmi這邊 它還有 檢視啦 檢視就單純看 Tiernet就是用 這個登錄對方的主機 那檔案傳送就是把一些 檔案呢 傳到對方的主機上去 或者是把對方關機 諸如此類的 就可以在這邊使用 那有一些是要錢 那有一些不用錢 各位可以模擬著試試看 但是再一次聲明 千萬不能去針對 未被授權的 或是你沒有通知對方的情況 底下去做 因為這些都是違法的行為 千萬注意不能這麼做 好不好 好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工具 所以像這個 Trace out這些 或者SSH 那RDP就是遠端燈 遠端桌面 那為什麼不能用呢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是連到自己的主機上 那我也沒有打算去測其他的主機 但是有開網路服務的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後面有Mac OK 這個就是Advanced IP Scanner的一個操作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些 你可以檢視比較詳細的內容 或者是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都在這邊 OK 好 再來呢 我們介紹一下 Angry Angry IP Scanner 那這個 Angry IP Scanner 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Angry IP Scanner 也是可以從網路上下載 援盒 在這邊這邊呢 還有很多版本 有 For Window 也有 For Mac 也有 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你的版本去做 那從這個 下載微軟的下來之後呢 好那我們來安裝一下玩玩看 那安裝就是一直下一步嘛 安裝好 然後呢就把它run起來我們看一下它的介面 好那IP Scanner呢他一樣的是可以做到這個 掃描網段 假設呢網段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按 開始掃描 那他掃描之後呢會把 他會有燈號顯示 紅燈就是沒有開 就是沒有這個 主機開機 那有開的話就是 綠燈 那我們剛剛的這個IP網段呢是在 他掃描完了就只有自己了 OK 那麼把它改成10 我們稍微小一點好了比如從100 到 254這樣子 這樣子 好然後呢開始找找看 Discard就是你之前要掃過的要放棄他嗎 當然 我們只是在練習所以不用存檔 好然後他開始發測試封包 在測試測試中都是問號 然後如果有開機的呢就會顯示出來 我剛剛應該包含92 92是自己應該就會 因為我是打錯不是20 10.10.38 這個我亂 打錯了難怪沒有東西 OK 10.10.38 OK 好那我們要涵蓋到自己 這樣比較 確定有撈到自己 我們是92啦 好開始找 好那他會有一個 這個是 跟他無關啦 這是我們自己的那個 OPENJDK的那個需求 所以你看到92有開 92有開他就會顯示藍燈 然後其他還有其他的 好那你可以點點他可以看詳細的資訊 PIN沒有回應 好 那除此之外呢你還可以去 加一些filter 看一下 這個 Tool 這邊可以 這個 針對你要的屬性 可以再把它新增過來 因為我們剛剛的資料呢 我們要先選 Toolnet BIOS Information Maker Information HTC Package Rose 按錯了 Send Web Select TTL 好你選好之後按OK 然後網段在這邊然後重新掃 他就會有收集到更多資訊 看你選了哪一些他就會把 資訊呢收集出來讓你看 這樣子就可以 比較詳細一點 好所以這個是 這是ANGRY的 IP SCANNER 那同樣的各位可以在這個 Carly裡面 如果各位安裝的版本呢是 完整版的 就是 詳細版的話在 Carly裡面他也有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呢點這個Dragon這邊點開然後 打這個 ANGRY ANGRY IP SCANNER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裡點開 他的介面跟剛剛各位看到在微軟底下的版本是 一樣的 一樣這是網段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的 網段裡面我現在開機有這個Carly Linux 還有這個MetaSproid 好那我再開 假設我在把這個 XP打開的話 XP好像查不到 好假設 這邊都有 一個網段那這邊 要跟各位特別說明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自己建環境來玩的話 你在虛擬機裡面 像這個MetaSproid 上次我們有講過他就是 被測試的肉機 所以你在設定的時候他的 網卡的部分 一定要屬於一張 Net NAT的Network的這個網 這個網段 自己設定的 10.20.18 好那這個設定是從哪裡來呢 在我們這個 這個 Oracle的這個 Visual Visual Box Visual Box裡面 的file 它裡面有個 Preference的地方 好那這邊有針對Network你要去新增一個網段 是屬於10.20.18 是不是要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名字自己取 這只是個名字讓自己知道他的網段是在哪裡 我們一開始就會設定他的網段在哪裡 所以他是10.10.18 從0開始 那Max24的這樣的一個網段 好那你這樣設定好之後你才會在 新 新增網卡的地方 你在網卡設定的地方呢 會有一個可以選擇 所以你每一台主機 這邊的這個虛擬機裡面 這邊 虛擬機你要把它形成同一個網段你就必須在 每一個 要加入的這個虛擬機裡面 他的Net Network的地方要加入一個 Net的Network 然後要選你剛剛所設定的那個網段 好那這樣子才可以進去 好那我們回到卡里的地方 假設我是這樣的一個網段 這個就是我們 在Virtual Box裡面的虛擬網段 好那我就按Start他就開始去找 從1開始到25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隻肉機有沒有 這隻 Ometa Sporeable這個 這一隻肉機呢他的IP是多少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隻肉機的這個IP呢是 10 10.20.18.6 我們看一下 剛剛的Angry IP Scanner有沒有掃到 有沒有在這邊 好所以掃到一台 好那這邊呢 就是Meta Sporeable有沒有 名字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找到那他這一台 這台肉機裡面他有什麼 他的 系統是Ubuntu然後 APA7是2.2.8 這個2.2.8是蠻舊版的 應該有很多漏洞可以抓 好那除此之外呢還有一些相關的資訊 Mac 沒有抓到 然後呢他的HTTP 是2020 4月1號剛剛才抓的 我們去抓的時間點 就這樣子 好那這個肉機呢 各位在 測試的時候可以 去開他的網頁來看看 因為他是一個Web server 所以呢 你把IP 打在這邊的時候他可以出現這樣 Meta Sporeable 2的部分 所以 這台肉機 長這樣子 沒有圖形畫介面就只有什麼 文字介面這樣子 OK 好所以你可以用這樣方式呢 去找找看有哪幾台主機有 RUN起來 那你可以去看他的內容 這樣 這個點開來看 看到收集到什麼資訊 好 點9 OK 好那這樣子可以去搜尋 在這個網站底下 哪一些主 哪一些主機有開 然後有提供哪一些服務 然後你可以看到服務的版本 那針對那個版本 版本呢再去做 進一步的這個探測 OK那這個就是什麼 Angry IP Scanner 所以 各位如果說對於 網管的時候知道 想要知道這個 附近有哪一些 這個 主機呢有上限 可以用這個 Angry IP Scanner去掃 在卡里 底下有 然後在微軟底下也有 那即使說你用的是這個 Mac的 系統 對不對 一樣他也可以下載 也有 MacOS的 那你就可以下載他的 檔案 Image檔 下去呢 再安裝 一樣可以做到網段的掃描 這個叫 Angry IP Scanner OK 那相較之下 我們剛剛的 Advanced IP Scanner 他的功能 比較多 因為他有一些套件呢可以去做一些 操作比如說去操控對方的電腦啊 或者是檢視他的 他的內容他在做什麼動作可以 觀測他這樣子 好了再強調一次了 這個僅 提供給各位做練習之用 千萬不能用在現實生活上的主機去 破壞別人的電腦 這是不允許的 OK 以上 介紹這些 工具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 包括 Current Ports 還有 Advanced IP Scanner 跟Angry IP Scanner 那後續呢 我們會介紹 怎麼樣去做風包的偵測 好介紹到這邊 工作中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